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夫人吉尔·拜登 10月22日抵达纳什维尔 准备与特朗普总统进行最后一场辩论 拜登的助手表示 77岁的拜登需要有纪律的表现 来吸引尚未决定的选民 不要让特朗普攻击他的家人 尤其是利用他的儿子亨特来激怒他 拜登的一名顾问表示 民主党助手希望他在不显得 不像总统的情况下对抗特朗普 预计他将再次抨击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 几个州的病例都在上升 同时他辩称 疫情的爆发对低薪工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经济影响 去年9月 两人的首场辩论就吸引了至少7300万观众观看 74岁的特朗普上周否决了另一场原定的辩论 因为他在被诊断出新冠病毒之后 辩论改为虚拟形式 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在全美领先9个百分点 低于10月第一周的12个百分点 他在竞争激烈的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 保持了相当大的优势